先介紹,我是環保足國的研究主任麥志傑 我身邊就是機場發展班署的發言人Michael Mow 我們今天主要針對最新的深圳機場的第三條跑道 現在深圳機場有兩條跑道 大家知道它將會擴建成三跑道系統 跟香港一樣就起第三條跑道 這個你就住它這個第三條跑道就會做一些行道的運作和分析 今天就會跟大家公佈的 在講之前就有些背景 因為這個牽涉到香港的三跑 所以接下來我們會有很多三跑 我們會嘗試講清楚就是香港的三跑和深圳的三跑 先講香港的三跑的情況 大家知道今個月初香港的三跑進行了連續四天的環評 香港三跑環評的司法覆核 剛剛就聆訊完 在等結果 也都在月初差不多時間 深圳那方面大家看到這個封面就知道 他們在網站上公佈了他們的環評 深圳三跑環評的簡略版公眾展示 這個也都是再次喚醒大家 原來香港的三跑同時深圳那邊 他也都是準備即將要起這個三跑 那為什麼我們這次會召開這個記者會 因為他公開展示這份環評呢 也都是代表他的籌備工作已經是七八八 跟香港一樣要做了環評 其實就是錢的問題 就是一些可能都是行政的問題 那之後他即將就會開始他的土木工程 也都是即是開始填海這樣 那所以這個發展對香港的影響 也是越來越迫切 也是越來越需要香港人去清楚和知道 那就 那就回回頭 那為什麼深圳三跑會對香港三跑有影響呢 那這個又必須回到一些背景 那就是我們環保祝國和這個機場發展關注網絡 那就是月年頭 其實去年開始一直都在關心這個深圳機場的航道 和香港三跑的航道互相的影響 這幅圖呢 如果大家現在都看到我們不停地重複 就是我們講的 如果這個第三條跑道 是的 將來我們香港機場起了第三條跑道之後 在第三條跑道的緊急復飛航道 是的 這些需要預備的航道 原來是會和這個深圳西南降落航道 這條深圳機場主要的航道 是有些交錯位 這些交錯位的垂直間距呢 即是飛機如果在那裡緊急復飛 和深圳的飛機降落在深圳機場 中間的垂直間距是有機會 我們經過計算是絕對有機會 不符國際安全要求 我們就就著這些不同的交錯位呢 就是做了很多次 即是做了調查 也是做了一些公佈 很可惜就是官方仍然交不出 到底怎樣解決呢 那也是這樣 就說了 我們原來發覺三跑 是會在這個情況下 是會有更加更加強的影響 那這個呢 就 我留給麥可摩的毛先生呢 就給大家解釋一下 為什麽深圳機場的運作呢 會加強這個安全的風險情況 那我交給你 機場發展關於網絡發言人物分開 那這一幅呢 就我想比較蒙一點 那就是他 深圳保安機場第三條 跑道規劃的圖 那有一張圖呢 就會是比較清晰一點 一會兒那位姐姐朋友呢 是可以拿他拍的 那呢 那 在這個圖裏面呢 基本上呢 第三條跑道呢 就會在他現在第二條跑道的對出 那是一個窄間距的跑道 那什麽叫為止窄間距呢 就是在500米 即是兩條跑道的距離呢 是500米以下 那叫窄間距的跑道 那他起了第三條跑道 即深圳要來起第三條跑道呢 我們看到他最主要的作用呢 其實呢 是會進行 是第二條和第三條跑道呢 叫平衡起飛 或者平衡降落 即是simultaneous的lending 或者simultaneous的departure 的一個程序 那 講一講吧 深圳機場現時的情況呢 其實就好像是這樣 即是和這個差不多的 那就是 他有 即是他有三個方向 最主要如果是 吹緊北風的時候 那最主要有三個方向 是降落的 分別是由西南那邊 即是東南亞的飛機 深圳西北的寒道 可能是說 一邊 可能是雲南 西安 那些這樣的飛機 另外一邊呢 就是回向海那邊來的 譬如說上海 那 現在的情況呢 深圳機場的情況呢 兩條跑道 一起一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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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條跑道起飛 一條跑道降 OK 那 那我們 現在呢 將來的狀況呢 我們看到呢 其實 這個也是 跟回 其實 很多我們叫 國際上的 窄間距跑道的 行動規劃 所去參考得出的 那 譬如說 三藩市的國際機場 那 很出名的 窄間距 兩條跑道距離 就大概300米左右 那 平行降落 那當然啦 兩年前 這個 三藩市機場 就出了事 有架飛機 那 那 它在深圳第三條跑路 我們遇到 它的運作方式 就是會將 西南和西北 國外洋行道的 航班 和這個海邊 譬如說上海 廈門 甚至是有機會是北京 的飛機 是分南的 那就會在兩邊 就是 一邊 東邊 一邊 西邊 大家一起 在這個 前海上空 一起對準 跑道 一起降落 而 起飛呢 大家可以想像 其實 如果是吹東南風的話 都是反轉的 反轉 就是 兩架飛機 一起 前海起飛 然後 一個 一個就飛東邊 一個飛西邊 那 至於飛哪個方向 其實很看 飛機的目的地 和當時 航空管制人員的安排 不過 不過 我們之前 和武祝國一起做的研究 已經發覺 其實有四乘三的降落航班 是會 深圳機場 四乘三的降落航班 是會和第三條跑道有衝突的 OK 而 而 深圳機場 起雜跑道 雜艦他跑道的原因 其實真的很簡單 全球都是這樣的 就是 他會做平衡降落 或是平衡起飛 那 他一做平衡降落的時候 當然 第一 會增加了那個升降 這個無可避免的了 那 第二樣的 第二樣的影響就是 他一定會是更加常用到 這邊西南的行動 因為他一定要需要兩架飛機 同時 大家一起合作 一起合作 然後 去排隊降落 或者一起去起飛 那 其實 模型中 是更加少空間 去比 這個 就是 香港的第三條跑道 是有一個 就是 有足夠的地方去做緊急服飛 那 那我們看到了 深圳機場的第三條跑道 他們說到2018年 就可以落成了 是超快 因為他們 要填的海 相對來說是很少的 那 他只不過是在現在的機場對出填 一個跑道需要 真的一條跑道不是航 不是校運大樓 跑道需要的距離 所以他要起的時間 快我們香港 就是所謂 香港三跑 差不多三年的時間 那就是他會總我們三年起好 而同時間 根據香港 張炳良局長 他早前的公佈 就是說 港澳三方的業議 其實 只是考慮到深圳機場 只有兩條跑道 那時候只考慮到兩條 那 現在深圳已經準備 倒木工程 準備起第三條跑道的時候 那 你的空域協議還有沒有用呢 就是 人家可能是先起了 那空域協議可能又要有頭傾過 甚至可能是無效的 那怎麼辦呢 那怎麼辦呢 就是我們又要 早起過人 但是遲過人完成 人家就遲起過我們 又早我們完成 那 他日 還要共管空域的時候 那誰先用呢 是不是 我們發覺就會有 就是第三條跑道的行 就是深圳的第三條跑道 的存在 將會令到 香港機場的第三條跑道 更加無路可走 所以 這個都是 就是我們幾個團體 一直以來 這麼多年來 就是要求 政府去公開 那個空域報告 它207空域方案 大家在那邊跟開 就是我們在 月初打的環評司法 就是香港三跑 環評司法覆核裡面 我們都提出質疑就是 這個空域方案 究竟是不是真實存在 是不是真的有用呢 那你見到 那時候就說深圳 兩條跑道就有得談 現在人家 起碼第三條跑道 公佈這個空域方案 這個是對香港市民是極之不公道 我們都 之前我們一直討論這個空域調查 挑戰 張炳良 是的 也都是 就是他 他核下的文行主席 經常跟我們說 我們的挑戰是叫做 平衡時空 或是時空交錯 大家見到呢 在新聞稿裡面都有寫到 他就說 我們今時提出的行道問題 他早就會解決的 我們今天提出是錯誤的 時空是交錯的 但是我們想說 我們今時今日是拿著一份實質存在 深圳是準備要起環評 他是拿了一份環評報告出來 那個填海的面積 也都是差不多 但是大家可以看回 就是他的官網看到那個填海 那個跑道的排步 那個填海位置 他都已經是說了出來 在這樣的情況下 他還說我們是平衡時空 我就慢慢去 這個是實際極之可能會發生的情況 那麼他都還不說 那麼香港的市民 為什麼要給這個機場建設費呢 就是第一 環評 剛剛月初才審完 他沒有結果 第二 就是深圳這個第三條跑道 對香港跑道的影響 他是沒有講過 沒有 就是沒有我們仔細解釋過 然後8月1號 就偷步填海收錢 這個我們是強烈要求 我們全部 就是我們和這個機場發展關注網絡 是強烈要求他是暫緩這個收費 暫緩這個填海工程 直到是他應該是和我們解釋清楚 究竟深圳三跑對香港三跑的影響 以後 他所謂手上的空力方案是怎樣 那麼我們才應該去考慮之後應該怎麼做 那麼早預告 是啊 那麼現在其實就已經有一堆的團體 就是包括我們機場發展關注網絡在內 就會在7月31號下午3點鐘 在機場的入境大堂 是舉行集會的 是的 那麼最主要當然有一個訴求 是要立即停止這個三跑的啟動工程 因為機管局將會是在8月1號的下午 是舉行這個動工儀式 第三條跑道是動工儀式 而這個儀式將會在機場裡面 最難去的地方 就是北衛星合運囊那裡舉行的 那麼很明顯呢 就是機管局是 就是怕了所有香港人 他連這個啟動禮都要 就是細細聲 放一個這麼密的地方 那麼沒辦法了 我們香港人唯有走出來 31號一起反對他 那麼現在暫時呢 也都有一些動保組織 一些保育環保的團體 一些本土派的團體 還有馬灣的居民代表 還有一些飛機師出席 那麼詳細的出席名單呢 我想我想 我要可能是星期六左右才可以公佈 但我很想在這裏交代 就是 就算我們只剩下幾十人 我們都會繼續去 我們盡最後的努力 要暫停三校的興建 是的 就是希望大家明白 就是為什麼我們這麼一個團體 是會選8月1號 因為 他這兩個是牽涉到 就是沒有回頭 8月1號填海 我們經常說填海 是一些無法 很難復回的 就是 扔了些填料到海裡 是很難拿回來的 第二個就是他收錢 如果 就是正如月初的 環評司法覆核 大家如果有聽都知道 我們 就是有很多是很強的 就是 特別是胸域 海豚等等 其實我們是有機會贏 萬一 法庭是判 機管局是輸 判這個民航署輸 判這個環保署那個環評報告是 無效是有問題 那麼這些情況下 機管局是怎樣 將這段時間 收回來的機場建設費 是退回給收了錢的人呢 這個極難 就是想起大家 經常有這麼多出入 或者有些是轉機客 已經去了外國 有些可能是移民 飛一趟就很難回香港 那麼這些情況下 他怎樣退回呢 我們不應該是 濫收他們這個機場建設費的 這個只是為什麼 我們這麼多團體 是極強烈要求 是他要暫緩 8月1號的填海工程 和收取機場建設費 也都是7月31號 我們下午會在機場有個這樣的集會 是 那麼我們今天就是 就是希望大家真是明白 這個深圳機場最 就是大家可能就是 指紋樓梯響文了很久 但是這一份月初的環評報告 會真是敲我們香港人這個三跑的大門 就是 他已經來了 他已經是來到了 就是我們如果做不做反應 我們還不檢視我們現在目前的情況呢 是 海豚會 就是很慘 會滅亡 海田了 浪費了我們這麼多人 納稅人的錢 和公共資源 這個是我們幾個團體 這麼多年來 一隻幾隻最不想發生的情況 那麼我最希望今天就帶到這個訊息出來 謝謝